论语圣讯四 父载观其智 父莫观其行 学儿篇第十一章之一 钟离犬大仙 慈悲主语 现在是三草普渡 好人跟坏人要分开 所以我们今天 才来这里听道理 你看风要来的时候 那鸟都知道 把潮逐低一点 想想看 这要下雨的时候 大多的动物 就赶紧跑到洞里头 或是赶紧 把一些食物搬到哪里去 安全的地方 搬到他认为 他可以用到的地方 安全的地方 请问我们人呢 是贵为万物之灵 有没有去觉察到 现在整个天地的气象 是如何 你现在是在搬食物呢 还是在防雨啊 有没有去想到 现在处在这个世间当中 请问安不安定啊 不安定 那我们有居住这里 怎么办 修到半岛 但是要怎么修 怎么把这个道 融入在自身当中呢 怎么学习前线的精神 去办这个道呢 这才是功课 对不对 是 临近来接拼 你要跟什么拼啊 太多了 跟自己的懒惰之心拼 跟自己缺乏信心拼 跟自己的不够诚心拼 跟自己没有慈悲来拼 是不是 是 当冰块 遇到热时候 会不会融化 会 众生的心 就像冰块一样凝结 如果你的心 够赤诚 够真诚 火热的心 就像滚热的水 能够融化 众生的心 所以 只要诸位闲事 相信道真 理真 天命真 你 就可以 无事不办 你觉得道理好 好 不能只有自己好 好比说 今天 我们全家 都很善良 可是隔壁 却出了一个 很会偷东西的人 请问 你过得安吗 如果你 你旁边的人 都是 非常的好 请问 你在你家里 会不会觉得 很有安全感 会 所以呢 什么叫做 几粒 利人 你懂吗 别人 先好 我们才会好 要别人好 要让别人 先明里 了解 一 删众生的烦恼 二 删我的烦恼 众生 因迷 而烦恼 我乃 因悟 而烦恼 众生的烦恼 是因为 他不懂 可是金格 为什么 我们悟了 还会烦恼 你 你得要想想 你得要想想 为什么 因为我们 太不积极 知道的多 而做的少 就会有烦恼 所以 金格 你的烦恼 加上我的烦恼 让我们一起 实行 把它除掉 这一山 众生 都上岸 请问 是你的众生 还是 我的众生 大家 我们每个人 心中 都有 无数的众生 所以 得发个愿 众生 要不要度 什么是众生 众念 从生 叫众生 你也叫众生 是不是 是 什么 是佛 念念 慈悲 就是佛 诸位 闲事 你是要 做佛 还是 愿意 做众生 佛 有些人 心里头想 我愿意 做众生 如果 如果今天 你可以 做众生 做得非常 有义气 有魄力 有慈悲 那 也是众生 里头的佛 小戏 眼来 取 匆匆 望闲事 各个 修得了 真功 回味的人生 理在穷 穷里 尽兴 迷魂症 迷魂症 的人间 不要贪恋 返回 故宫 都 下 垂 闭 爹 亦 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